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困境中坚持不懈 努力不懈 以及对未来充满希望的那份执着 在我们的生命中 每个人都会遇到低谷和挑战 这些挑战有时会让我们质疑自己的能力 甚至开始怀疑未来 这时候坚持变得至关重要 坚持并不意味着盲目地固守自己的观点或方式 而是要保持内心的那份信念 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现状 并且不断努力 直到看到希望的曙光 研究显示那些在困境中选择坚持的人往往能够最终获得成功 这并非偶然 而是因为坚持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变得更强大 更有任性 当我们不轻易放弃时 我们会发现自己拥有的潜力远超乎想象 这种潜力正是奇迹诞生的土壤 坚持的力量不仅体现在你面对困难时的态度上 更体现在你对未来的信任和期待上 当你在生命的旅程中经历挫折和挑战时 请记住 这些都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强大 每一次的失败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契机 当你在困境中坚持下去 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坚韧 而这种坚韧正是实现奇迹的关键 奇迹并非遥不可及 它往往就在你坚持的下一步中等待着你 当你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极限 无法再前进时 也许只需要再多坚持一秒钟 奇迹就会出现 这并不是一种过于乐观的幻想 而是许多成功人士所经历过的真实体验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我们经常面临着各种挑战 这些挑战有时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迷茫 然而正是在这些时刻 我们的内在力量和信念显得尤为重要 当你选择不放弃 选择坚持到底 你就已经走在了实现奇迹的道路上 无论这条路多么艰难 请相信 只要你不放弃 奇迹终将出现 奇迹的力量在于 它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轨迹 带来出乎意料的转机 它让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看到光明 让我们在绝望中重新燃起希望 每一个奇迹的出现 都离不开我们之前的努力和坚持 当你坚信奇迹将至 它便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们将探讨奇迹出现前的七大征兆 帮助你辨识那些可能预示着奇迹 即将来临的时刻 这些征兆不仅仅是对未来的预示 更是对我们内心力量的激发 当你能够辨识这些征兆 你就能更好地准备自己 迎接生命中的奇迹时刻 征兆一 感觉即将到来的转机 当你置身于人生的低谷时 可能会感到四周一片黑暗 前途似乎被无尽的困难所遮蔽 然而 就在这样的时刻 有时你会忽然产生一种无法解释的感觉 一种深刻的内心预感 彷復某种转机即将到来 这种感觉来得悄然无声 但却十分强烈 像是内心的一道微光 照亮了原本充满阴霾的道路 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 也不是五根之木 它往往源自于我们潜意识的自我保护机制 这种机制在面对持续的压力和挑战时 会自动启动 提醒我们或许正在接近某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种转机感觉可能会让你感到困惑 因为它与你当下的现实状况似乎格格不入 你可能身处种种困境之中 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似乎在与你作对 但这种感觉却让你意识到困境的尽头 或许隐藏着一些生机 这样的内心感觉经常出现在 我们对自我和环境有了深刻反思之后 或许你曾经花了无数个夜晚来思考 寻找出路 而就在某个时刻 一个念头突然间闪现 让你觉得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这是一种直觉的力量 是对即将到来的改变的预感 这种感觉不一定是具体的 而是模糊而又坚定的 彭腹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告诉你 不要放弃 转机即将来临 这种感觉的力量在于 它能够激发我们重新燃起希望 并赋予我们继续前行的勇气 当你感到这种转机即将到来的时刻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视角 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那些曾经让你感到困扰的问题 开始出现了解决的端倪 那些曾经困住你的障碍 似乎也变得不再那么不可逾越 这种感觉是一种信念的表现 它提醒你 无论眼前的道路多么艰难 只要你保持信心 未来就会充满可能性 在这种感觉出现的时候 往往也意味着你内在的力量正在悄然增长 这种力量不是表面的爆发力 而是一种稳定而持久的任性 它让你在面对挑战时不再感到恐惧 而是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这种感觉是一种信号 预示着你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部分 剩下的旅程或许会比你想象中更加顺利 这种转机感觉还可能表现为某种平静 尽管你的外部环境依然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 但你的内心却感到了一种难得的安宁 这种安宁不是来自于问题的消失 而是来自于你对自身和未来的信任 这种平静感是内心深处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它告诉你 不论现在的情况如何 未来都将会是光明的 这样的感觉经常在最黑暗的时刻出现 正如黎明前的黑暗总是最深的 当你感到这种转机即将到来的时候 往往意味着你已经接近了黎明的边缘 这种感觉是一种鼓励 让你知道你的坚持和努力即将得到回报 无论你的道路上曾经有多少坎坷和挑战 这种感觉会让你意识到 一切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好 征兆二 困境中的内在平静 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 总会有一些时刻让我们感到无比的压力和焦虑 这些时刻可能源于突如其来的变故 长期的压力 或者是面对看似无解的困境 然而 奇妙的是 有时在这样的困境中 我们却会感受到一种难以解释的内在平静 这种平静并非来自外在的环境 而是内心深处的自我信任与安定感 当你感受到这种平静时 或许你会惊讶于自己居然能够在如此困难的情境中保持冷静 这种冷静并不是麻木不忍 也不是对现实的逃避 而是一种深深扎根于内心的信念 让你能够在风暴中毅然稳如泰山 这种平静给予你一种奇异的力量 使你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并且看见事物的本质 这样的内在平静 有时会来得令人措手不及 或许你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失败 或者正在面临重大的人生挑战 但就在这样的时刻 你突然发现自己不再那么焦虑和不安 反而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镇定 这种平静不仅仅是情绪上的宁静 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释放 让你摆脱了恐惧与担忧的束缚 有时这种平静可能表现为 你对未来的某种信心 即使当下的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 你或许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发展 但你内心深处却相近 一切终将好转 这种信心并不是盲目的乐观 而是一种深刻的知觉 让你意识到无论眼前的困境多么艰难 你终将会克服它们 在这种平静中 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敏锐 更加能够洞察到事物的本质 那些曾经让你感到困惑和迷茫的问题 似乎不再那么难以理解 这种平静让你能够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从而发现解决困难的新方法或新思路 尽管你可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但这种内在的平静 让你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来应对这些挑战 这种内在平静的力量 也反映在你与他人的互动中 当你在困境中保持平静时 周围的人也会感受到这种稳定的能量 从而受到你的影响 它们可能会发现 无论外界环境多么混乱 你依然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 这种态度往往会带来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更重要的是 这种内在的平静还能帮助你看清自己真正的需求和目标 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因为外界的压力和社会的期待而迷失方向 然而当你在困境中感受到这种平静时 你会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才是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这种清晰的认识让你能够做出更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决定 从而走上更符合自己内心期望的道路 这种平静是一种强大的内在资源 能够帮助你在风雨中找到前行的方向 它提醒你 不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 真正能够左右你命运的 是你内心的稳定与坚韧 当你拥有这种平静时 任何困难都无法轻易动摇你 因为你知道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能够应对自如 最终 这种内在的平静可能正是奇迹的前兆 当你在面对重重困难时 依然能够保持这种平静 意味着你已经准备好迎接即将到来的转变 这种平静让你能够清晰地看见前方的道路 并且充满信心地迈出下一步 尽管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这种内在的平静 却是我们面对未知时最强大的武器 它让我们在迷雾中看到光明 在风暴中找到稳定 从而迎接生命中的奇迹时刻 征兆三 关键时刻的机遇出现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出人意料的关键时刻 这些时刻似乎突然来到 打破了原本平静或困难的局面 并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这些机遇的出现 往往是生命中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前兆 行管它们可能以非常微妙的形式出现 想象一下 你正处于人生的一个低骨气 生活的各个方面似乎都停滞不前 或者甚至在向诸更坏的方向发展 就在这时 一个你从未预料到的机会出现了 这个机会可能来自一个意外的邀请 一个新的工作机会 或者是某个你未曾考虑过的选项 这样的机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似乎就是为了给你一个新的开始 这些机遇并不是偶然的 它们往往与你的努力和坚持 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你在面对困难时不断努力 即便结果尚未明朗 这些努力也会累积成某种无形的力量 吸引这些机会向你靠近 这些机会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 有时它们甚至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却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 当机遇出现时 它常常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直觉感觉 让你意识到 这可能是一个改变现状的关键 这种直觉并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来自于你长期的经验和内在智慧的积累 这种感觉会告诉你 这个机会可能正是你一直在等待的转折点 它能够帮助你突破困境 迎来新的发展 这样的机会往往带有一种奇妙的巧合性 庞复是命运在冥冥之中为你安排好的一步 或许你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场合 遇见了某个关键人物 或者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 突然得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 实际上可能是你长期努力的结果 是命运对你坚持不懈的回应 这些机遇的出现 也往往意味住 你正在经历一个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当你感受到这样的机会来临时 可能会经历一种内心的振动 彷扶有什么东西被唤醒了 让你对未来充满了新的期待 这种感觉就像是风暴过后的平静 让你感到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并且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关键时刻的机遇 通常也会带来一种新的视角 让你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选择 这样的机会可能让你看到新的可能性 打开你此前从未考虑过的大门 这些机会不仅仅是对现状的改变 更是对未来可能性的开启 它们让你重新燃起希望 并激发出内在的力量 让你勇敢地迎接未来的挑战 这样的机遇往往是短暂而转瞬即逝的 它们不会等待你过多的考虑和犹豫 而是要求你迅速做出反应 抓住它们 这也使得这些机遇显得格外珍贵 因为它们来去如风 稍纵即逝 能够抓住这些机遇的人 往往是那些对自己有清晰认识 对未来充满期待 且拥有坚定信念的人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世界似乎会暂时停滞 让你有片刻的清醒来决定接下来的行动 这种时刻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但这几秒钟却足以改变你的整个人生 这些关键机遇不仅改变了你的当下 更会对你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它们带来的可能性 常常远超你当下的想象 让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回顾时 惊讶于自己当时的选择 这些机遇的出现 可能是你生命中的奇迹时刻 它们让你在最困难的时刻看到光明 并赋予你前行的力量 这些机遇的背后 是你内心深处的信念在发挥作用 是你对美好未来的执着追求 让这些奇迹成为可能 征兆四 来自他人的无私帮助 当我们陷入困境 感到无助和迷茫的时候 是否曾经有人 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刻伸出援手 这种无私的帮助 往往来的突然 似乎毫无预警的闯入我们的生活 给我们带来希望和支持 这种来自他人的帮助 究竟是纯粹的巧合 还是命运对我们努力的一种回应 这样的帮助可能来自于一个 你从未接触过的人 也可能是你生命中的某个熟悉面孔 甚至是过去的对手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些帮助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这样的帮助是否隐含着 某种更深层次的意义 或许 它们正是你即将迎来奇迹的征兆 当我们谈论来自他人的无私帮助时 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这些帮助会在特定的时刻到来 这些帮助不仅仅是一时的善意表现 更多时候 它们似乎像是宇宙向你发出的信号 告诉你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 你并不孤单 这样的帮助能够在你最困难的时刻 给予你力量 让你重新振作 继续前行 这些无私的帮助往往出现在我们感到无助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自己快要支撑不下去时 一个突然的帮助或许能改变我们对生活的看法 这样的帮助 有时是一句鼓励的话语 有时是一个实际的支持 这些帮助的出现 常常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 为什么在我最无助的时刻 会有人出现并帮助啊 这是否意味着某种隐藏的力量正在推动这一切 你是否曾经想过 这样的帮助其实是一种信号 一种信号告诉你 你的坚持和努力并非无人看到 这些帮助是对你行动的一种回应 是对你在困难中不放弃的奖励 这样的帮助 让我们感到自己并不是在孤军奋战 而是有着来自外界的支持和力量 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这些帮助的出现 还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 在困难中 人的善意和无私往往能够激发出最强大的力量 这些力量来自于每一个愿意伸出援手的人 这些人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成为了我们的支柱 他们的帮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支持 更是心灵上的慰藉 让我们在困难面前感受到希望和温暖 你是否曾经问过自己 这些帮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特定的时刻 这些帮助的出现 是否意味着你即将迎来生命中的奇迹 当你反思这些问题时 你可能会发现 这些帮助的出现其实并非偶然 而是你在生命旅途中即将迎来转折点的征兆 这些无私的帮助 是命运在向你暗示 你的困境即将结束 一个新的开始正等着你 征兆五强烈的直觉 你是否曾经在某个瞬间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感觉 告诉你某件事情即将发生 这种直觉像是一股无形的力量 让你意识到某种变化正悄然而至 当我们谈到直觉 你是否也会问自己 这种感觉到底来自何处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能如此确信某件事情即将发生 甚至不需要任何明确的证据 直觉 这个人类心灵最神秘的部分 常常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现身 它既无法解释 也难以控制 但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某种特殊的意识 当你在生活中突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直觉 这是否暗示住你即将面临某种转折 这种直觉不仅仅是瞬间的灵光一现 它更多的是你内在智慧的表现 是你对周围环境和自身状态的深刻感知 这种直觉的出现 往往伴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确定感 或许你正在犹豫是否要做出某个决定 或者你正在思考未来的方向 而这种直觉突然告诉你答案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种直觉会在这个时刻出现 是否是因为你内心深处 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变化做好了准备 而这种直觉只是它的一种表达方式 强烈的直觉并非空穴来风 它往往与我们的潜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 当我们长时间专注于某件事情 并且在心中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和知识时 这些潜意识中的信息会在某个关键时刻涌现出来 形成一种强烈的直觉 这种直觉似乎是我们过去经验的综合体现 是我们对未来某种可能性的预感 但这样的直觉为什么如此难以解释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自身心灵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当我们面对这种直觉时 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它 这些问题往往让我们困惑 因为直觉是如此神秘而不可捉摸 它的存在让我们意识到 生命中有许多我们无法通过理性来解释的现象 在我们的生活中 这种直觉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某种重要的变化即将发生 或许你在某个平常的日子里 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气氛 彷彿有什么重大事件正在酝酿 这种感觉或许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支持 但它却让你感到非常真实 这种直觉不仅仅是你的感官在发挥作用 更是你的心灵在对外界的变化做出回应 当这种直觉出现时 它往往会带来一种紧张与期待交织的情绪 你会感到某种莫名的压力 同时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期望 这种矛盾的情感让你不禁反问自己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种直觉是否预示着某种危机 还是它在告诉你一个即将到来的机会 这些问题在直觉出现的瞬间变得尤为重要 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你接下来的行动和选择 你是否曾经注意到 当直觉强烈到一定程度时 它几乎可以让你不顾一切的去追随它 这种直觉的力量如此强大 以至于你可能会忽视周围的一切阻力 只因为内心深处的那种确信 这种直觉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 是我们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某种本能 还是来自外界某种神秘的力量 这些问题让我们不禁对人类心灵的深处感到无限好奇 强烈的直觉也经常出现在我们人生的关键时刻 当你即将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 或是在面对某个重大挑战时 这种直觉往往会为你指引方向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内心其实早已知道答案 只是我们需要等待这种直觉来帮助我们看清 当你感受到这种直觉的引导时 你是否会毫不犹豫地相信它 还是会质疑它的真实性 在这样的时刻 我们常常面临着内心的挣扎 一方面 我们想要相信这种直觉 因为它如此强烈且难以忽视 另一方面 我们又害怕这种直觉可能会引导我们走向未知的风险 这种内心的挣扎是否意味着我们对自身的信任还不够 还是说 我们对这种直觉的理解还不够深入 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直觉时 我们是否能够勇敢地迎接它 并且相信它将引领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 征兆六 无法解释的现象 是否曾经在你的生活中发生过一些无法用常理解释的事情 那些突然出现的巧合 神秘的现象 或者是一些完全违反预期的结果 是否让你感到困惑不已 当这些现象出现在你最困难的时刻时 你是否会反问自己 这究竟是误然还是命运在向我暗示住什么 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 有时会让我们感到不安 但同时也会引发我们的深思 为什么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会发生这些奇怪的事情 这些现象的出现 是否意味着某种力量正在背后推动一切 当你遭遇这些现象时 或许会开始质疑 这是不是命运在向我发出信号 告诉我即将迎来某种转变 这些现象可能表现为一个突然的灵感闪现 或者是你遇到的一连串奇异的巧合 你是否曾经在生活中遇到过这样的时刻 当所有事情似乎都在朝出不可思议的方向发展 彭腹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住这一切 这些现象让人无法解释 但却真实存在 他们往往在你最迷茫的时候出现 带来某种新的视角或解决方案 当我们面对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时 是否会忍不住思考 这是否意味着即将发生的变化 这些现象的背后 是否隐藏着某种更深层次的意义 当你突然意识到某些事情 与之前的预期完全相反时 你是否会开始怀疑 这一切是否都是偶然 还是命运在试图告诉你一些 你尚未意识到的真相 无法解释的现象有时也会挑战我们对现实的理解 这些现象可能会颠覆我们以往的经验和认知 让我们对世界的运作方式产生新的疑问 当你看到某些事件发生时 他们完全无法用理性来解释 这是否在暗示住某种即将到来的转变 这些现象的出现或许正是在提醒我们 生命中还有许多我们尚未理解的奥秘 当这些现象在你最困难的时刻出现时 你是否会开始思考他们究竟想要告诉你什么 这些现象是否在提示你 你的生活即将迎来重大变化 无法解释的现象经常伴随着某种无法言喻的感觉 让你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这种感觉可能让你感到既兴奋又不安 因为你无法确定这些现象到底意味住什么 这些现象的出现往往会打破你对生活的既有认知 让你开始怀疑 是否有某种更高的力量在操纵住一切 这是否意味住你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和决定 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你尚未察觉的真相 当你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 你或许会发现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 其实是在引导你走向一个新的方向 这些现象还可能唤醒你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感 让你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 当你遇到这些现象时 或许会开始思考是否应该顺应这些现象带来的改变 这些现象是否在提示你 你已经走到了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当你反思这些问题时 你可能会发现 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 其实是在向你暗示 你的人生即将发生重大变化 无法解释的现象 无论多么神秘或不可思议 往往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们让我们意识到 生命中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等待我们去探索 当这些现象出现时 或许正是奇迹即将降临的信号 这些现象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如何试图控制和理解生活 总会有一些事情超出我们的掌控 并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征兆七 多次出现了象征 你是否曾经在生活中注意到 某些事物或符号反复出现在你面前 这些象征可能是一个数字 一种颜色 一个动物 甚至是一段特定的旋律或梦境中的图像 为什么这些象征总是不断地出现 它们是否在试图向你传递某种信息 这些反复出现的象征 难道仅仅是巧合 还是它们背后有着更深的意义 当你发现某些象征在不同的场景中 反复出现时 你是否开始怀疑 这是否是一个提示 这些象征可能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出现 让你不得不开始思考它们的意义 为什么一个特定的数字会频繁出现在你的生活中 为什么某个图案总是在你眼前闪现 这些象征是否有可能是命运在向你发出信号 告诉你某些事情即将发生 这些象征的重复出现 有时会让我们感到不安 因为我们无法理解它们的真正含义 当你看到某个象征一次又一次的出现时 你是否会开始问自己 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纯粹的偶然 这些象征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我们尚未察觉的真理 这些反复出现的象征 是否在提示你注意生活中的某些细节 或者它们是在预示即将到来的变化 你是否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某个象征在你的生活中持续出现 直到某件重大事件发生 这种情况下 这些象征似乎在预示着未来 即使我们当时无法理解它们的意义 这些象征的出现 往往在我们最无法预料的时刻 为我们带来某种启示 它们似乎在告诉我们 生活中有些事情即将发生 我们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但这些象征究竟来自何处 它们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投射 还是外在力量在向我们发出信号 当我们面对这些象征时 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它们的指引 还是应该将它们视为偶然的巧合 这些问题经常困扰住我们 因为象征的力量是如此神秘而难以捉摸 这些象征的重复出现 无论是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还是在梦境中 往往带有某种特别的意义 这些象征可能代表了我们内心的某种渴望 或者是对未来的某种期待 当你注意到这些象征反复出现时 你是否会开始思考 它们是否在试图告诉你一些 你尚未意识到的事情 这些象征的出现 是否是在暗示你的人生即将发生变化 在生命中我们常常会面临选择 是坚持自己的道路 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 当你感受到奇迹即将来临时 你会如何回应 这是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问题 特别是在那些关键的时刻 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这些时刻的重要性 并且做出正确的决定 以确保奇迹真正降临 当你感到生活中开始出现某种变化时 你是否会问自己 这是否是命运在给予你的一个机会 或者你是否曾怀疑这些感觉 是否真的可信 在这些关键时刻 我们往往会感到矛盾和不安 你会不会在内心中挣扎 是否应该跟随这种感觉 还是保持现状 这样的时刻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是一次考验 这些考验的背后 隐藏着我们对未来的恐惧和期待 当你意识到奇迹即将到来时 是否会感到一丝不安 这种不安或许来自于对未知的恐惧 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奇迹的到来 是否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 你是否曾经担心过 这些改变是否会打乱你原本的计划 或者你是否会怀疑 自己是否有能力迎接这些变化 但反过来说 当你感受到这种奇迹即将来临的信号时 是否也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兴奋 这种兴奋来自于对未知的期待 因为你知道 这些变化可能会为你的生活 带来全新的机遇 你是否曾经问过自己 这些机遇是否正是你一直在等待的 如果这真的是你等待已久的奇迹 那么你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他